有,那建物定着土地管理员是台大医院,土地使用分区是医疗跟卫生用地,现况基地范围为健康大楼的预定地,锅鲁市目前是站盘拆除的状态,有关所有人的保存意愿,台大医院在105年的7月26日会刊当场表达有保留的意愿。 以下会刊照片请委员参考 这是第一次7月的时候所办理的现场会刊,因为现场还在进行一些相关的拆除,所以有一些废弃物还没有移除的状态。 那右边是锅鲁房的内部照,下两张都是锅鲁房的内部,还有它的外观,左边这张是在锅鲁房基地旁边的烟囱。 这是锅鲁房的外观照。 那有关本案文化资产价值的评估,锅鲁市虽然是附属的建筑,但是仍可见日志时期建筑美学跟营建品质的水准。 过去虽然提供医院作为蒸汽,作为灭菌工业热水的功能用途。 它也是见证了夜料室建筑的历史价值。 第二点是,锅鲁市的立面建筑语会深具建筑美学。 它的屋顶隔着梁系统承重结构跟承重梁刚构架,天窗自然通风的冷房技术,以及重视收编的瓷砖装修技术,皆具建筑构造技术时的价值。 有关本案管理维护的财务规划,文化资产应由所有成人、管理人及使用人负责管理维护。 因此,未来的管理维护财务规划,后续请台湾大学与委员会中向委员说明。 有关本案指定及登陆范围的影响评估。 因目前台大音乐救援区的医疗空间不足,西指古迹区的人流跟车流都过多,预计在西指的北区兴建健康大楼。 台大医院在7月26日的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专案小组会刊的时候, 表达有保留郭鲁市跟烟囱的意愿。 但是考量到郭鲁市的保存跟新建大楼和新建之间,为了达到双赢,所以提送了相关保存评估方案。 未来,健康大楼的新建与否,新建的位置都需看郭鲁市文化资产的身份,保存范围跟方式而定。 以下再请台大医院想各位委员说明。 主任委员还有各位老师跟各位委员,我们在请徐建子师报告之前,我想我先说明,以台大立场说明的一句话。 先跟大家抱歉是因为,也许等一下会咳一两声,不过不是感冒是因为过敏的关系。 虽然我是过敏的专家,可是实在最近太忙,没有办法把自己给治疗好。 那台大我想有关我们健康道路这一部分,其实我们大概已经筹设好几年了。 其实我们在4月的时候就取得我们的财主制造,而且这个都经过台北市政府、行政医院所有的都已经探勘过。 那10月起都欠照,那不过后来因为7月的时候文化局来说要会堪,那我们也尊重文化局给我们的决议,所以我们就提出报纸介绍。 那不过这一部分我想,台大医院我们基本上还是以医疗专业还有尊重历史,其实我们提出我们的保存计划。 不过我想还是要跟委员稍微说明一下,在这我们的本来新政的过程里面,我们对烟囱本来就有要保留。 因为我们本来就做过测绘,烟囱那时候很多专家建议要保留,那另外本来就要保留我们的沃鲁房的一面墙,那本来是要这样保留。 不过因为上次文化局来,我们就做一个全体保留一个保存计划,提到这个地方来报告。 那里面的,包括这一部分是因为台大有它的不得不做,需要新建大楼的需要。 因为我们的5G区,事实上每天大概有两三万人进出,事实上它的负荷量非常非常繁重。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,就两个礼拜前我刚去过日本东京大学,然后清英大学跟顺典大学,其实他们现在全部在盖新的建物。 而且他们的建筑事实上比台大还更老旧,那为什么这样做呢?事实上医疗上有它的需要。 医疗的仪器的进步,还有给民众治疗的方面有这个需要。 但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保存,因为事实上我们有非常诚意的提出我们保存计划。 可是我想这个未来,希望可以在我们的历史建筑跟我们的医疗业务上面做一个平衡。 所以我们提出这个保存计划,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把这个地方当做一个我们台大的院室的博物馆。 那这样的话也许可以让民众更对台大的,台湾甚至台湾,整个医院的治疗的发展史有更清楚的概念。 那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,让他们更进一步了解。 所以我想我们希望今天科学委员能够同意我们这个,是当做一个历史建筑我们来保存。 那请大家在两个方案之间,能够折一个方案,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往下进行。 那在这里面取得一个最好的平衡状态。 那台大医院有诚意,如果委员做给我们的决议,我们一定会反而做到最后。 我想再来讲简单报告,那接下来可能请许建筑师做一个简单的那个Port point报告。 主席,各位沈桃老师,我是台大医院委托,来做保存计划的建筑师许一建。 那么今天报告只要是几个,就是波罗市的历史价值,台大的公益性使用,使用需求保存方案评估。 我们要再利用,这个是我们比较重要的重点,另外是保存过我们评估的科兴性。 那么台大医院过去,我们用整个建筑群来看的话,有分四个时期。 那么大体上,郭炉寺不是第一期的建筑,那么郭炉寺并不是动力的中心,就在这个位置。 它属于整个建筑主群的一个附属建筑的一个设备空间。 那么从,从当年这个日本时代来看,郭炉寺的用途。 郭炉寺的用途就是这个消毒室洗涤场,就是洗衣场跟消毒室。 它是这个,气罐室就提供那个蒸汽,热水的使用。 那么所以,目前整体台大在这个西纸的院区里面,台大已经有一个整体保存的院景。 就是包含这个颜色,红色的这个,这个已经列为不及。 另外就算蓝色的,也是日制时期的,也是列为要保留的。 甚至于光复后的,美元时期的这边也列为保留。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,我们目前责定的这个位置,中探栏这个位置,是唯一还有可能发展的一个位置。 那么另外,郭炉寺曾经过轟炸,那么经过整修。 那么这个,所以因此呢,整体的立面或者屋顶都经过整修。 目前的状况,一部分是原貌,但不是全部,它不是实现的原貌。 那么就像这张照片,是原来的郭炉寺的照片。 那么上面有一个斜屋顶,它被炸掉以后就做了,你看整修。 目前看起来是个屏屋顶,起了一个屏头。 那么另外就是这个立面也经过整修,所以这个立面的背后的红栓是原来的。 目前这个水泥湖的这个不是,来。 那么它那个室内隔间多数,经过有多次更新。 像这个颜色的,这个蓝色的都是更新的,绿色的也是更新的,一楼二楼里面,来。 那么它的特色当然就是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立面的风格,就是外面一圈都是红栓照的立面。 那内部呢是R7结构的度量结构,你看。 那么大概,它的特色要保存的那个状况就是红栓的这个墙体,以及有一些这个日制实际的磁砖,还有某一些素粮结构的钢约红栓。来。 那么过去台大这个校园规划小组委员会,在103年到104年,就针对这个文字,就是这个锅路市洗衣房这个,就谈到就是保存的一个概念。 就是说这个基地不是在这个保存区里面,另外就是拆除了建筑,将来要做保留的记录,尊重未来的经验。 那么,烟囱纳入公文艺术规划方向,同时地下有可能有旧建筑遗迹,施工时候要进行观察,并做记录保存。来。 那台大医院的目前的迫切情况,就是在古籍区里面,每天有3万人在这个进出,所以对古籍的loading是很大的。 同时也有那个富康巴士,还有那个像这样子多的人,古籍的使用强度过高,事实上对古籍的伤害也是有的,就是现在原有的古籍区。来。 那么,目前对于病床的急迫性来讲的话,现在还有500余一个病床无法开床,那么所以很急迫。 那这个案子其实,这个健康道理已经规划,从到现在为了7、8年。 那么就算现在开工,也要4年后才来完工。来,需求方案评估就是,在中山南路一侧来讲,它有一个法律规定, 就是说在50米范围有一个限高的政策,所以说所有的建筑物,要新建的只能退缩建筑,那前面要留一个大的空地。 那么当然这个目的就是,我们将来这边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入口,使得健康大楼,可以吸收一部分有1万多人的人流量。 也就是说可以减少古籍区,目前3万人,古籍区到时候可以降到2万人,而这个地方可以吸收1万多人。 那么所以前面这个空旷的位置,刚好可以人车可以汇吹在这个地方,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入口,同时富康巴士可以从这个地方进去。 来,那么所以大概未来干起来像这样,前面就有这个空地。 那么跟我们现在的波炉寺,前半段的波炉寺后半段是洗衣房,就造成了一个干戈的现象。 来,那么为什么台大医院这个健康大楼是这个平面呢? 因为它就是有两个护理站,放在核心叫双护理站。 那么这样可以控管周边的病床,这样这个人员互相支援。 也就是这个平面是最佳医疗效率的一个最佳方案,所以形成一个这样的平面。 好,来,那么将来盖起来像这样,那么如果将来这个总统人家8万,那么将来这个可以移到这个边上。 来,那么所以我们提出了两个方案的构想。 第一,把这个前面叫做波炉寺,后面叫洗衣房,这个烟囱。 在进行这个新大楼的施工的时候,把它拆解。 然后重组的话呢,就是如果重组可以原址,只能有这个波炉房,而洗衣房没办法。 就只好做局部拆解,然后在这个大厅里面做异乡保留。 烟囱拆解以后,重组于这个东南角的位置。 那么这样的话,这是第一种状况,第一种方案。 第二种方案呢,就是说,如果拆解重组,往东南角略为移位。 那么让这个烟囱也乐于移位,到这个地方。 那么这样的话呢,就跟它可以并存,跟新的这个并存。 同时他们也可以有所连结。 那么对于这个健康大楼吸引一万多人进口的这个空间,空间也可以得以确保。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,这个波炉房跟洗衣房,东南角移,烟囱在这边。 其实它移开原来的位置,也不过才十几米。 那么对于中山这个南路这个地方来看的话。 那么事实上这个地方的地标的位置,而且将来作为活化再利用。 它是另外一个古迹,这个作为医疗史博物馆来讲,有独立进口。 那医院有独立进口。 其实这样的话,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。 那么将来,健康大楼也会因应这个,这个移到东南角的这个,这个历史建筑,那么维持这个地标。 同时,石卫墙,南洋植栽都可以恢复。 那么这样可以并存。 更接近中山南路的正里面。 保存,再利用尤其是一个重点。 台大医院是目前国内,因为没有医疗史博物馆这种机构。 那么古迹的活化再利用,其实是积极性的保存的一个策略。 那么台大医院这个时候提出来,就是他们愿意用他的物力能力, 来强化这个剥乳房跟洗衣房。 这个位置,变成把它过去所珍藏的一些文物,剪辑,设备,期刊,照片,多媒体。 在这个里面做一个医疗史博物馆的一个活化再利用的一个构想。 将来,如果是方案一,这个再利用面积非常小,因为只有一个郭鲁士, 后面洗衣房没有办法,那么大概会变成这样。 如果方案二,来,方案二,就会变成有一楼跟二楼的空间。 那么就有弹性展展,还有静态展,长设展以及多媒体互动展,来。 那么将来展示的方式,目前策略是像这样。 把目前收集的非常多的设备,都是老古董这些东西, 经过一个活化再利用,来。 那除了物力之外,人力也资源,就是包含台大的博物馆群, 以及城乡基金会,警服基金会,人员编组, 都可以来控管理跟营运这个东西。 那预算甚至于都已经评估出来了。 那么将来文史团队也可以开放进来这边活动,协助赞助, 跟国内外的大医院进行这个医疗室博物馆交流,来。 那么保存工法呢,就是说, 就是说目前它内部是RC结构, 外面是红砖、橙楼砖的结构。 那么这个我们都可以在选择印尼最小的地方做切割, 最后再以重组的方式, 重组在东南角的位置,来。 那目前我们已经,就算要保留切割做大片机的切割, 对这个有装饰的地方都加以加强, 也到时候这个切开来以后再重组回去, 它的损伤会降低,来。 那么比如说转角柱, 或者是这个转角上面这个部分都可以切割, 再用这个保护材,把它保护在附近, 然后到时候再重组,来。 比如说门窗构建等等,可以用这个, 像这个可以整体切割下来, 然后加以保护,来。 那这个是转角柱、伏壁柱,来。 那么这个是内部的RC结构, 素粮结构,RC结构当初也是一个重要的保存构件, 所以我们就选择印尼最好就要切开加以保存,来。 那么RC粮的保存,来。 那重组的话,它可以跟新的结构, 在这个墙体上面做连结, 这个在基础上没问题,来。 那么在切割掉的地方, 我们可以利用现场有一些基础里面的旧砖头, 我们把它保存起来,来缝合这个地方, 那么加上也是用原来的材料来做,来。 那么这个就是有执金补墙, 这个RC结构也是用这个来做,来。 那么这样的话,烟囪如果在原地保存, 其实它, 因为这个将来地下室会有挖掘四层楼, 所以说它的那个下面土壤有可能会崩解, 就是基础会崩解, 所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,来。 那么像这样的状况, 这个烟囪的保存在原地是非常困难,来。 那么如果移到这个地方来是没问题, 那你远离这个地下室的开往, 那。 那么将来组装起来烟囪, 还是可以回复到原来的状况,来。 好,请各位执政,谢谢。 好,谢谢。 我还是先请教我们各位委员, 对这样的一个保存的方案, 有没有什么指教的地方? 我想就是说,登陆为历史建筑, 应该问题不大, 那就接下来现在有方案一跟方案二, 那么台大也可以看得出来, 充分展现了它未来整体的保护的企图, 方案一、方案二各有它不同的呈现, 但是就是说, 台大还是要尊重文会的这样的一个审议结果, 针对这两个案子, 大家有没有什么? 请教我们接一支援吗? 我跟主席报告, 还是我们要先听提案人的报告。 OK。 那我们先请提案人先说明。 提案人再先听, 有没有? 有,有来的,有登记了。 有,有来的,有登记了。 各位文员大家好, 首先有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文化局, 一个是说我应该是提报人, 但是其实我会看的时候并没有接到通知, 这是第一点。 第二点是, 就是当时在民间发起抢救这个锅炉房的时候, 其实是引用了文字法第十五条, 那么其实是有,就是公有建筑, 就是在,如果他五十年以上的历史都应该要先做文字评估。 但是这一件事情就是很奇怪, 演变到后来我们发现, 就是除了锅炉房以外, 其他旁边的那个战后的, 我们认为应该是战后的建筑, 好像都被拆掉了。 那么后来, 这件事情在十月份联合报的报导里面, 我们看到好像文化局跟院方这边有一个罗生门的说法, 就是院方说他, 他们以为文化局只是请他们评估锅炉房的部分, 然后其他的战后建筑就没有, 然后文化局的说法好像说, 其实当时都有请台大音乐体, 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最后就变成, 只有锅炉房, 现在目前看起来有被暂缓下来, 但其他都拆光了。 那第三个是说, 那个地号的问题, 就是过去就是在那个文化部的网站上面, 当时登陆的, 我接的地号是公元段三小段的33号, 那么, 这一块基地的位置, 这个33号应该是现在锅炉房的位置, 所以如果当时登陆的地号是这里的话, 是在作业上有疏忽吗? 还是怎么样? 还是是否当时有, 在评估整个古迹的保存的时候, 其实是有把这一部分的文字架子给纳入, 这个我觉得好像也需要再理清。 那么, 以上三点, 我觉得主要是要问文化的行政机关。 那么接下来有几点是, 刚刚我有听到那个徐建筑师说, 就是我们的锅炉房恐怕不是第一期的作品, 但是其实在今年八月呢, 有网友在昭和四年初刊的自由通信第二卷台湾号上面, 有讲到说这个锅炉房应该也就是靖藤石浪的作品, 而且还蛮可能就是真的是同一期的作品, 那我觉得这个讯息好像有需要再做更多的确认。 那么, 再来是, 我有在那个就是, 因为我就在想说到底这个医院未来的用途是要朝哪边发展, 那么我其实是找到一份资料, 但是它应该是2013年的资料, 就是也许有修正, 但是我还是念出来给大家听, 在这个2013年的报道里面, 其实是讲到说, 本来台大这个健康大楼呢, 它楼层没有那么高, 那是因为后来跟台北市的市容相关规划案做了整合, 所以可见的楼层就因为这样可以盖的比较高, 那么是否因为它负担了一些工艺性之后, 它的设计会有一些调整, 我是希望就是在这个蚊子神医的过程, 是否蚊子的价值也可以被考虑进来。 那么, 因为刚刚讲到说就是那个病床听起来好像是, 是很紧急的, 但是在这个报道里面也讲到说, 其实本来这个健康大楼大概就是189床, 但是后来又被增加到400多床, 因为它的可以盖的比较高嘛, 但是这400多床是怎么多出来的, 它是说是把台大的其他分院的床位给挪到这个新盖的大楼, 所以就是到底这个健康大楼它的紧急性跟必要性, 就是我其实会蛮希望, 要说清楚才能做一个通牌的检讨。 那么, 最后一点是,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说, 就是刚刚那个报道里面有看到所谓的那个全部拆除, 这个新的口号叫什么, 就叫, 好, 我有一点忘记了, 就是看起来就是要拆除之后, 然后从, 对, 就是大概是要全部拆解, 然后再拼移这样, 那对, 我就其实是想到三井倉库, 就是, 我觉得这不是个案的问题了, 我就觉得好像如果一个个案是这样过了之后, 那是不是以后都可以比到前案半年, 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古迹的新浪潮了, 这样, 谢谢。 这个, 我就那个文化局部分回答, 好, 第一个, 提报的时间, 林小姐后来给的是9月, 她给的提报表, 那当时大概有提出来说, 她们都有提报的人, 但我们今天都有邀请, 一个是萧先生, 还有一个苏医师, 还有林小姐, 大概这三位我们今天邀请, 那今天只有林小姐到, 那我先说明一下, 其实7月26号当天是由前谢局长, 谢沛女小姐, 提出来的, 在文字会主席应该要影响, 那所以下午我们就马上去, 所以原则上我们是认为前谢局长他是字体, 是由文化局字体, 所以我们当天到现场去看, 这是第一个问题, 第二个问题, 我们其实刚提到的是7月26号, 就是那个时间跟你的那个7月27公布文字法, 所以文字法其实提的时间是7月27, 以后才广告, 所以我们当天7月26号就去看, 那看的时候其实要求他们的是, 要保留的部分保留, 因为有一部分已经在拆除中, 都拆了, 那也请他们注意说, 是不是相关的环境能够整理好, 大概再做这样的说明, 所以跟文字法之间, 公布的时间其实还是有差别的, 所以他们在拆除之前, 刚刚副院长也提了, 其实他们到旧法都有申请过, 那我们对他很抱歉, 就差了一段时间, 还是请他们提保存计划, 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不公平的, 是过去的事情, 然后再来, 民政局时代, 在93年文化局还没有成立, 89年之前, 就已经提到了台大医院, 市东西以北当古籍, 所以那个图面已经讲过很多次很清楚, 当时的范围是在市东西以北, 市东西以南, 市东西以北的部分, 其实一直都没有列在古籍的范围里面, 那江副院长那边也有相当的资料, 所以这三个问题我回答你。 谢谢, 那我想谢谢那个林小姐, 我想, 其实台大医院市, 我刚才有报告过, 我们是4月的取得拆除执照, 从前面也都走过, 按照法律所有程序都走过, 那我们本来是拆除的时间, 是7月1号开始拆, 所以7月26号文化局来探查的时候, 事实上有部分已经被拆掉了, 因为我们是取得拆照, 就开始进行作业, 国文化局提醒我们, 因为当初我记得提报, 他是要提到锅鲁房的保存, 所以我们就把锅鲁房给, 暂时就决定不拆, 还有烟囱, 后来因为委员来看, 他们觉得烟囱也是个地标, 所以烟囱后来也不拆, 所以我们就提出锅鲁房的烟囱的保存计划, 当时是这样子, 那我想大概, 他们那些保, 就是文石保护者, 他们其实, 我想我非常尊敬他们, 不过, 他们拿到的资料有一些, 基本上也不是那么正确, 因为当初后来有一些被拆掉, 是因为那些都是被炸过, 重新盖的, 那个盖的, 其实有时候是比较末期的, 其实不是在1961年, 那都是炸过重盖的, 那我想这个就要提出说明, 甚至锅鲁都不是当时的锅鲁, 因为锅鲁使用期限大概就差不多25年, 所以25年, 我们那时候拆掉锅鲁是1987年的锅鲁, 所以是民国76年的锅鲁, 所以其实不是100年前的锅鲁, 100年前的锅鲁当然是变成古董, 当然是不能去动它, 所以我想这一点我还是希望, 所有的, 我想我们是有心来保存这些东西, 不过大家应该可以更了解, 就是事实上有这样的情况在了, 那至于所谓的那个床, 床我们不是去跟分院要来, 为了要保存, 为了要盖着健康道理, 绝对不是, 因为分院的床, 每个县市的床, 它需要经过卫生局的核定, 所以这个床数事实上是, 在台北市里面是台北市卫生局核定, 所以我们不能去跟新竹拿床, 不能跟北部, 北部基本上我也不会跟它拿的, 因为那床数只有有限, 也不能跟云林拿床, 这是台北市核定的床, 那为什么会核定这些床呢? 当初是因为, 包括我们有一些需求, 所以跟它申请, 那一直没有地方看, 那有部分的床是我们公管分院, 因为公管会拆掉, 所以有些床就毛子那边来, 那为了整体台北市的那个床分配的关系, 所以是因为这样的关系, 那而且在2013年的时候, 最早那个量体实上比现在大两倍, 所以我想不是说189床, 那时候是400多床, 那189床是7年前8年前的, 那时候6层楼, 那后来就已经规划成, 大概差不多6年前就变成大概14层楼,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小的6层楼, 是6层楼加14层楼, 加起来大概有现在的, 现在是大概8千平方米, 8万平方米, 那时候规划大概有15万平方米, 所以我们是把量体实上是缩小了, 那前面留下一个很大的空间, 来做绿地, 那为了要跟像我们那个, 我们的那个济南路的济南教会, 为了要跟他呼应, 所以前面不能盖太高, 所以那个价值是把它留下来, 所以2013年的时候, 为什么会很清楚, 这个后来把量体推移以后, 是我开始规划的, 所以我很清楚, 所以一开始就是, 以这样的规划来规划, 而且之前量体是更大, 那我那时候看, 觉得那个量体才太大, 所以我是把它减小, 所以这个是减小过的量体, 那当初的量体是一直延续到中山南路, 所以那几个老树事实上也受到质疑, 说那些老树到底, 会不会中山南路, 所以行道树也受到一些影响, 我想大概是因为这样的关系, 我想这一点可能要, 稍微再说明一下, 那拆除在重组, 其实我们请教过非常多的专家, 包括许建成还有其他专家都请教过, 因为目前来讲,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存方法, 因为牵涉到它的耐震事实上已经有点问题, 所以它事实上本来就需要補墙, 而且它的墙面, 事实上前面的墙面是水泥, 所以那个水泥事实上要重新修, 因为当初7月1号, 我们开始进行拆除的时候, 前面事实上有多位已经被拆掉了, 所以我想这一点, 很抱歉是因为, 当初的提报的时间是7月26号, 所以我们会堪是26号,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是合法, 来拆除这些建物嘛, 所以我们当初是这样的关系, 所以台大医院不是故意要, 故意去把它拆除掉, 而是我们完全按照合法的程序来走, 我想也希望这些文史工作的保护者, 能够谅解台大医院这一点, 那里面包括有些东西真的是炸过重新修, 鍋爐也不是一百年前的鍋爐, 这点可能大家都需要稍微了解, 那甚至最近在B, 因为我非常关心说, AB我上去看他们FB的一些报告, 因为FB里面的洗笔, 洗笔仿事上我们是有留下来的, 如果放到二的话, 洗笔仿事上还在, 不是说会把它拆掉, 我想这点还是要提出说明, 那蔡主重组, 也许许建筑哥再稍微补充一下, 目前应该还是个最好的方法吧, 因为我们前面可能还是要重新修过, 它才能够变一个比较好的历史建筑, 能够把它保得下来, 所以这是我们想了非常久, 目前这样的方法可能是, 让台大医院跟, 不管是我们保留我们历史建物, 还有我们医疗的业务上面,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平衡, 而且是双赢的一个方案, 我想是真的这样, 台大医院我想我们真的是, 有诚意来做这件事情, 如果我们要承诺要做的话, 我们一定把它做得非常好, 不会把它拆掉弄了以后, 我们就不管把它做, 就不会这样, 过几年以后, 如果真的做得不好的话, 我想我那时候还没有退休, 你可以请他们来找我, 骂我都没有关系, 我想我们一定会把自己给它做好, 这个就这样, 谢谢大家, 好,谢谢, 那建筑是要先顾手, OK, 谢谢林小姐的指教, 我想台大医院, 它其实是好几个时期的建筑, 你看第一个时期就是, 就是前面这个, 这个飞制型, 这个风制型的, 这样中间一个走廊, 串起来这样, 那么这一栋建筑, 是比这个红色的要更猴旗, 那么以这个洗衣房, 提供一些热水来讲, 它应该是在这个盖好, 这个同一个时期, 这个论点, 否则如果这个地方都是空的, 它来支援这些位置, 应该是不恰当, 就是说, 那第二个是说, 当然, 就谢谢指教, 就是, 另外我讲的是说, 这个被炸弹造, 炸过掉屋顶, 同时它立面经过整修, 我主要强调是说, 它不是全部都是原貌, 它现在屋顶板, 最上面的屋顶板, 是用钢截过来来讲, 所以这个部分不是原貌, 那第三个就是, 就是拆解重组, 会不会变成以后, 文化资产的一个浪潮, 其实这个部分, 还要综合来考量跟评估, 因为, 如果在威尼斯县长, 其实对于不同价值的文化资产, 其实有不同的保存的方式, 譬如说它有七个层级来保存, 最高层级就叫做, 现场的移植本身冻结式的房子, 这种状况也有, 好, 那么当然, 我们这个房子, 其实来讲, 是一个医院的一个附居建筑, 是一个设备空间, 是里面这个沟漏房洗衣房, 这样的一个设备空间, 第二个, 就是它的那个, 未来的火化再利用的积极性, 做一个整体的衡量, 那么所以, 因此, 就是拆解重组, 不一定会成为以后, 全部都采用这个方式来处理, 我相信文化剧也不会这样, 也要经过各个委员来审议, 综合评估以后, 我们才找一个最佳的一个方案来处理, 谢谢。 主席, 几个委员好, 我是台湾大学校有规划小组委员会, 召集言, 黄莉莉, 我想再做一点补充, 因为刚刚, 医院副院长江副院长有提到, 就是之前前一个阶段的规划设计, 跟后来修改的状况, 那因为我也是, 最近在三年多以前开始, 四年以前开始接任, 校园各号委员会, 那当时, 其实就是江副院长所提的, 我们从前一个版本, 转到现在这个版本的过程, 所以量体方面, 如江副院长所说的, 我们已经自动减少了一半, 因为当时考量到, 原来的量体太大, 那我们希望在这块基地上, 在当时它不是谷基保存范围, 但是为了考虑, 对附近谷基的, 地井的友善的程度, 所以我们, 台大医院这边, 跟校方我们觉得, 讨论以后觉得, 需要把它量体降低, 那此外, 其实前期的保存的一些想法, 除了, 刚刚建律师所提到的, 一些重, PD里面所提到的一些, 委员会上去年的讨论之外, 我们在一开始, 方案的制定上, 就已经决定五冬六冬不拆除, 同时我们要保留, 这个医院的这个轴线, 就是中央轴廊, 那这在原来都有考量, 那在审查的过程, 当中的一些讨论, 后来也决定了, 未来的这个建筑物在拆除之前, 必须做测绘以及相关的调查的报告, 所以当时也委托了台大城乡基金会, 做了建物的一些文史调查, 那当时的一些结果, 也纳入公共艺术的参考, 以及刚刚所列的几点, 对于基地上的一些提醒, 那这些资讯, 提供给委员, 谢谢。 不好意思, 因为我是临时干台, 那我要跟在场, 因为副市长今天也在场, 那我先计时一下, 就是说, 因为还看到话很喘, 那我到现在目前为止, 到今天为止, 我是紧急通知的提报人, 我用1997系统提报, 但是到目前为止, 我没有收到任何公文, 也就是说, 市政府让我们这样用感的过来, 可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文, 因为, 我上次也跟副市长讲, 我上次副市长是盛国小的提报案, 副市长也跟我讲说, 我们上次要错调, 副市长也讲说一件事情, 要去, 去请市政府来跟我一个恢复, 可是到现在目前为止都没有, 那我刚才要进来, 那个, 文化局还是, 还是, 还是觉得说, 诶,到底是谁, 可是, 这个东西是, 政府的一个系统, 怎么可以说到, 你会不知道, 所以第一件事情先, 针对这个事情先反映, 那, 另外一件事情, 就是说我们前面的案子, 完全都没有听, 听到, 那, 这样子的一个, 台大医院的一个, 一个问题是, 我们在看到文化局里面, 舊友的资料里面, 他在早期里面, 他就划定在所谓的补给办委区, 今天跟我们讲不是, 我们没办法接受, 也就是说, 文化局到底这样子案例有多少, 文化局先把它弄清楚, 如果你有错掉, 请你马上去更正, 也不能每次说, 被插了以后, 你发现被插了以后, 你才跟我讲说, 那个叫不叫普及, 可是你的, 之前的一个区块, 区块里面他告诉我们, 他是一个普及范围区,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, 我想说, 我在座上过一些老师的课, 那我们的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这边, 其实我们老师也在现场, 我们过去的老师一直告诉我们, 说文化资产里面, 群区保留一个重要性, 整体的一个重要性, 他的位置的重要性, 在我们的老师的书上面都写, 白子黑是写的,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是说, 到底是以文化资产为主的, 我们到底是以文化资产为主, 还是要以开发为主,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逻辑思维, 那如果是以文化资产为主, 我们的, 就会利用一些其他的设计手法, 让他保留在原址上面, 尤其你可以看到过路房, 这样子的一个建筑设施, 他是跟整个台大医院, 他结合下面的一个通道, 成为一个鱼骨状的一个状态, 如果他被移了, 这个历史的一个脉头, 他会不见掉, 那也就是说台北市政府, 到底还要再做多少这样子的事情,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, 所以我在这边还是一样, 到底就是说, 请这边委员还是要仔细去思考一下, 我们台北市的一个father, 到底是要文化为主, 还开发为主,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, 比公共利益上还考量, 文化的公共利益上还考量这件事情, 我想委员应该也比我更清楚一件事情, 台大毕竟还是一个所谓一个托管机关, 他还是一个政府机关, 那你站在宪法上面来讲, 宪法166才告诉我们国家有这样的责任, 所以我想说请委员再做一个思考, 好,谢谢。 我想针对刚才讲的通知, 等等, 文化理由要不要简单说, 不好意思, 包括刚刚提报人有提到说, 他没有收到公共通知, 其实在上个礼拜, 我有跟他通过电话, 提报人有打过电话, 那我有跟他讲说, 今天的这个会议, 那他也知道有今天这个会议要进行, 那我也跟他讲说, 如果真的来不及的话, 我愿意帮他来代为宣读他的一些书面的内容, 那这部分其实在电话上都有转达过了, 那包括他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, 就是希望说, 因为他本身在学校也有授课, 那他可能请假比较不方便, 那这部分我们也听了他的意见之后, 我们决定把接下来的下半年度的一个文资会, 的一个进行的时间, 那也都公告在网路上, 也就是说, 这样也避免说, 他们要临时请假, 会造成他们的一些不方便, 那这以上说明, 我简单讲一下, 简单讲一下就说, 常见科长他就是有做一个善意会议, 因为我们看到, 因为我没有收到公共别人收到, 所以我去做一个简单的, 我去打电话给科长, 其他说当然问他是怎么一回事, 所以他跟我讲, 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件事, 我们不可能每个礼拜再请假, 我们要知道按钮, 所以我们上次也跟, 在文资金经会议的时候, 我们也跟那个副局长讲说, 能不能两个星期前就通知我们, 让我们去临时请假, 因为我一直到今天才来讲, 今天才去跟学生拜托调课, 我想在座很多老师也会遇到跟我一样的状况, 如果你没有提前, 你怎么去做这样子的规划, 所以我前面的案子, 完全都没有听到各位委员的报告案, 我们今天临时赶过来, 真的快来不及了, 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,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各位委员去做, 所谓的这样子的案例的一个, 一个回答, 或是怎么样去做文化资产的一个, 保存的一个变模,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, 能不能在两个星期之前, 谢谢。 我想就是说, 谈牌不管是前一位提报人跟这位, 我们在后续来讲就是说, 尤其针对这个个案, 在文化局会有个窗口, 随时可以做双向的沟通, 我想这个东西, 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主张, 跟他为难不处, 那在召集这些会议的时候, 可能也没有办法, 就完完全全的进大家去, 这也是事实, 但是就是说, 文化局这边, 他会留个窗口, 大家如果还有未进的表达, 或要沟通的, 甚至就是说, 未来台大在整个过程里面, 也建议也可以留一个窗口, 双方多沟通会是好事,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, 刚才如果特别关心, 在整个会议的过程, 我们应该都有全程上网来转播, 那这个部分, 我们也可以提供在过去三十分钟的这些资料, 都没有问题好不好, 我这样就是说, 他还是一切是公开的, 在这种状况下面, 还是希望能够多听大家的一些意见, 那我们能够做到最好的好不好, 好, 如果可以的话, 我们就再继续, 那其他的部分, 我们是不是再回到这个委员会, 那么是不是请教就是各位委员, 针对这个案子, 什么指教的地方, 刚才那个, 徐老师报告, 我应该要考虑一下, 那个一个是, 富士建筑物, 所以不重要, 这个不对, 富士建筑也很重要, 还有那个后面的服务设施也不重要, 我想这个, 我这个想法是不太对的, 所以我想应该这个考虑一下, 因为这个博物馆也很重要, 那个收藏的那个空间啊, 或者那个, 新的那个收藏品进来的时候呢, 那边就是先经理啊, 那个空间非常重要, 实际上不可以忽略的地方, 可能啊, 饭店也是, 后面的很多, 那个一般的邮件看不到, 那个空间很重要, 所以那个, 这个整体, 整体上很重要, 就是不管就是移动, 没有移动啊, 或者姐弟, 或者那一个, 就是应该很重视, 我的意见是, 好, 谢谢, 其他委员, 有没有指教? 来,请, 我记得当时, 十一月, 应该是十一月初吧, 十一月二号, 通知我来到现场看场, 我是到了台大, 但是不是到了现场, 而是到了台大集成室, 那我为什么要提出, 因为, 这一个多月来, 在台大, 治疗, 我当时进台大, 他们今天开了病回同志, 住了一个月的意愿, 我对这个非常感受, 也就是说, 他们也提到, 就是所谓的公共利益, 公共利益孰情孰重, 是要去思考, 古籍保护, 是一个公共利益, 证件医院, 也是一个公共利益, 那我想, 台大医院呢, 事实上, 刚刚副作业谈到, 他们是合法的, 他有领到拆除执照, 去拆除的, 因为这个范围, 在1998年, 列文古籍的时候, 的确没有后面这个范围, 我想, 刚刚这个副院长也讲过, 但是我在这一个月里面, 我对这个问题也思考了很多, 思考了很多, 那很多的国外的意愿, 也有保存, 但它也是选择性的保存, 因为, 我们想, 台湾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年老的社会, 所以, 对于这个, 这个医疗设施, 只有增加了, 没有, 不可能去减少, 在这种情况之下, 我们要考量更多的公共民意, 那当然, 台大, 他也做出很多善意的回应, 包括, 他们这个, 愿意做一些解体的保存, 当然, 解体保存, 并不是说, 我们, 希望要这样做, 但有时候不得不, 所以在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6条, 他也讲过, 古迹不得解体重建, 古迹不得迁移, 但是, 36条, 他只讲到的古迹, 被历史建筑, 或者其他部分, 被没有提过, 我想这个在, 在这个, 山景山库的时候, 也提到这个问题, 那为什么, 在文化资产保存法, 他有的写, 古迹, 历史建筑, 文化资产, 等等, 有的条文只写古迹, 36条, 他只谈古迹,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, 在世界各国对保存, 的确有骗你到, 我们讲台南医院, 他不是开发, 台南医院, 他也是一个公, 公家的一个单位, 他也是做一个公共, 社会的公共利益在做, 我们开发, 所谓开发就是说, 我有徒利, 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, 他把它拆除, 盖了一个三半, 盖了一个住宅, 高级住宅, 当然我们会反对, 但是他拆除, 还是为了更, 抹去更多的公共利益, 在这种权衡之下, 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个考量, 因此我觉得台大已经, 非常努力的做了这两个方案, 这两个方案, 他也寄给我过, 我跟这个文化局也寄给我过, 我也曾经看过, 所以我在, 虽然我不能够到县城去实地勘察, 但是我对这案子也是很厉害, 所以我也, 建议呢, 就是说, 如果能够做最大的保存, 那就是我们的目的, 而不是说完全, 让他能够, 在这个台北村土最近, 跟找不到这个土地的情况之下, 而牺牲了更多的,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, 谢谢, 好, 谢谢委员, 其他委员还有指教吗? 再来请, 呃, 那, 我自己也开始认识到, 就是说, 文化资产委员其实, 看似只是来开会, 其实, 责任蛮重的, 因为, 在协议的状况下, 我们必须对, 所有的物件, 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, 那也是因为这样, 我想就是, 文化资产委员的背景各有不同, 其实我在看这, 大概也是想要集思广益的想法, 我觉得那很好, 那那个, 也大概就是二十多年来, 我自己, 其实看到台湾的这个医疗制度, 这个医疗健保, 其实是, 当初是觉得好像仓促成军了, 可是到现在来看, 其实是对所有的市民,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, 包括, 我们到一个年纪, 通常就是说, 不想进医院, 可是也就是进出医院, 无可避议, 所以在这状况下, 包括我个人, 其实对台大医院有一些了解, 大概上次去会看的时候, 我也提到, 大概在二十多年前, 台大儿童医院设立的时候, 我大概, 台大城阳基金会, 一起做一些儿童医院的计划, 那时候也很清楚, 就是说这个台大的门诊, 其实是完全就是underused, 然后希望扩充, 所以到今年暑假, 这个案子重新出现, 我还蛮惊讶的, 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, 这样一个重要的设施, 过了二十年以后, 其实我们还在这个省议委员会讨论, 当然我觉得这个省议委员会是有存在必要性, 而且它有正当性, 只不过就是说, 从宏观角度来讲, 我是觉得, 这个市民我有点哀伤, 我觉得台湾这个所有的事情, 都, 都很, 效率都很差, 想直接一点, 那当然我想在民主开发的社会里面, 很多事情慢慢被提升, 我觉得这个进度的缓慢是无可避妙, 不过我个人其实在之前的委员会跟副商表达过, 就是说, 市政府作为一个统合的机关, 其实对辖区里面的所有重要的建设, 不管是公共私人, 应该就是说有一个比较的高度, 因为我们的确所有市民, 其实是仰赖市政府来执行的公共政策, 公共利益, 那所以我想, 从这点来讲, 我大概就是说个人蛮同意的, 就是说我, 我当然是个人希望说, 古籍都是原地以保留, 不过, 不过很多事情的这个发展, 其实是要找出一个平衡点, 那我认为就是说, 台湾医院, 在目前这个非常难堪的状况下, 做这件事情, 而且, 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诸董考量, 我是个人是可以理解的, 上次, 文职安委员, 主席, 各位委员, 还有那个常务院长, 各位参加的这个来宾, 文职委员, 当然也常常碰到, 这个要做抉择, 其实文职委员就是一定要做抉择, 否则我们就不会成立这个委员会, 我跟当这个敬佩热心的市民, 热心的民间团体, 他们张开眼睛, 在注意我们台湾, 我们台北市, 每天这些古老的建筑物, 有没有什么变化,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依法来看的话, 那个古迹它的那个, 对历史的那个见证性, 文化资产对那个故事的载体的那个本质, 只要它这个部分, 它能够保住的话, 我们倒可以接受啊, 它在一定范围之内的, 地点的移动, 我在想它这个锅炉市, 往东南, 在范围上, 往东南移的距离去, 其实是有限的, 所以它又是在整个台大西院区的东北角, 这个区位它也没有太大的变化, 所以对于那个无形的那些故事, 过去一百年来, 我想应该有很多故事, 是寄托在这个烟囱, 跟这个建筑物上, 在这种论述上, 如果它没有走样的话, 我觉得应该可以接受, 换句话说, 它并不是像林安太古宅啊, 从大安区一直移到那个松江公园, 那你这个太远了, 那我是觉得, 这个距离应该是可以接受, 就对于那个解释能力, 它并没有减损, 我觉得它没有减损, 当然这是可以从这个角度, 来看这一次这样的设计, 另外一个, 因为建筑物本身它不甚完整, 那如果说呢, 藉由这样的一个机会, 让它重组, 里面的结构也增强, 里面的设备, 包括空调, 包括照明, 我想对于它未来的, 那个利用性会不会是提高, 因为未来, 刚才我听院长, 副院长他们的这个说明说, 未来是一个, 一个展览的一个空间, 可能是一个博物馆, 所以博物馆也许, 还是太小, 但是就是一个, 有这个历史诠释能力的一个建筑物, 那这种建筑我们知道, 它要恒温恒湿, 保护它的文物, 那它要考虑到, 这个公众使用的洗手间, 无障碍环境, 这个房子里面, 可能现在没有电梯, 但是你如果是两层楼的话, 那未来的建筑师, 可能就是徐建筑师, 你还给它规划一个电梯在里面, 那诸如此类的, 其实就刚好切中这一次, 这个平移的这样的一个工程, 我觉得如果你从这个观点看, 其实我们是替它, 找到一个更好的归宿, 那与其它在原则上, 它就很难做这些, 这个正面的利用, 我是从这个观点看, 反而是对它好, 以上我只补充, 刚才有几位委员, 他们也基本上接受, 把它做这样子的评议, 我一期要注意的就是, 技术, 我们套句话,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, 就把它移的好, 我想这样子的话, 应该是一个这个, 照顾到各方面期待的事情, 对于古籍保护非常热衷的这个朋友们, 其实包括我自己, 我们都觉得也是一个一桩美事, 应该一桩美事才对, 谢谢。 好, 还有发言的机会? 先进行委员讨论, 其他委员还有其他指导? 主席各位大家好, 我一个针对这个案子的计划的一些资讯, 我觉得有一些可能要再厘清一下资讯, 这个部分也许在未来开挖的时候, 其实有机会全面的了解, 因为从目前整个基地的现况, 跟北边的儿童医院之间的基地关系, 那这块基地其实在上一次会议的时候, 其实我也有提到, 那同样的意见, 那个先和老师其实有提到, 就是整个的基地, 其实原来是大概有一半, 是落在清代的淡水线崖的崖鼠的正上方, 那特别是东侧的部分, 就是这一个部分, 就这个部分是淡水线崖, 那这一段, 突出来的这一段一路到南边, 包括前面的关道, 那这边可能有东西原门, 这整个部分, 就这一个部分是线崖, 那未来因为其实涉及到全区, 到线崖鼠医, 所以 bef逻得见一点或者如果马上 recorded, 一起 mild大不含我, 所以假讨终你一个人,